臺灣西海岸是離岸封電的重鎮 也是鯨豚出沒的海域 而現在有一個新興行業 鯨豚觀察員應運而生 他們要配合施工單位出海 肉眼觀察海面上鯨豚出沒的瞬間 而月薪上看十萬元 乘風破浪出海去 工作船準備前往離岸封場 雲林外海預計新建八十座離岸封機 由於施工打樁會出現震動 為維護水下生態與傳統漁場 出現了新興職業鯨豚觀察員 二十四號由業者招募首批三十位鯨豚觀察員 舉辦說明會 吸引包括退役海軍與漁民等不同職業民眾 用錢來瞭解 臺灣西海岸是離岸風墊重鎮 同時也是鯨豚出沒的海域 開發商因應懷評 都需要招募鯨豚觀察員 監測紀錄水下生態 培訓業者表示 鯨豚觀察員需要考取海洋保育署的合格證照 配合離岸封場工作船出海 一趟最多兩個禮拜 月薪有機會上看十萬元 不過業者也強調 金豚觀察員需要肉眼觀察海面上金豚出沒瞬間 記錄數據 攝影搜證且二十四小時輪班 還要克服暈船等問題 回到岸上則要匯整各項出海紀錄 並非輕鬆的工作 建議有興趣的民眾先考量自身狀況 紀錄民放王龍濤台中報導 本節目報導 谢谢大家